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里是黑衣侦探 今天中午老米是官宣了4.0封单 几把新武器的详细数据 先来看雷妮的五星专武 最初的大魔术 武器特点跟角色差不多 走的都是倍率怪 这条道可以看到 该武器有非常高的白值加成 基础攻击力 以及66.2%的暴击伤害 缺点的话那就是武器特效啦 仅加成重击伤害 不加成普攻战技大招 而且在配对方面还有诸多限制啊 只有纯色队才能吃满后续的攻击加成 杂色队则只能吃到一速加成 所以要说最适配的 自然还是纯火队驾驶员黎妮啦 至于剩下的 目前老角色里 能打一手蓄力重击的弓箭手 好像也只有干雨了吧 但在传统的干雨 钟离相邻班尼特的阵容下 仅能吃到16%的重击加成 以及16%的攻击力加成 效果只能说是略显一般 毕竟攻击力是最易受戏式的词条嘛 老玩家应该都懂得 至于剩下的其他弓箭手决策 和这把武器的契合度 属实太低 一般不做考虑 所以这最初的大魔术 说白了 走的还是个专人专武的老路数 剩极所需素材的话 是需要悬音的回响若干 着水换灵若干 结晶石若干 都是风单新地区的新素材 提前刷不了 大家稍微一看 有个印象即可 然后是白送的新刺星钓鱼武器 就是那个有铁水管支撑的挥合度手 武器副词条是元素充能45.9% 武器特效是战绩暴击率提升16% 以及战绩5秒内的元素充能提升32% 加成都很简单粗暴 主打的就是一个辅助 泛用性单手剑 老角色里像什么 拜尼特啦 琴啦 都可以拿来用一用 然后就到了技型 大约卡里的新科金兑换武器了 首先是狼牙 该武器有着极高的基础牌值和较高的暴击率加成 27.6% 且武器特效也很暴力 就是战绩和大招的伤害加成 那这么一套算下来 这加成堪称目前最强四星单手剑 极其适合给埃尔海森克勤用 哪怕就是给阿贝多深夜灵华 行秋用呢 也都有不少的提升效果 四星武器中 然后就是双手剑 寥寥棒 武器副词条也是暴击 但在数值方面 属实是有些低 18.4% 再者就是他的那个武器特效 前半段是承受火附折 提升攻击力 后半段是水冰雷草附折石的 元素伤害提升 看着挺美好 但触发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老黑是大概脑色了下 目前的老大剑角色里 应该是没有谁能完全吃满的 还有就是长柄武器 夹弯长哥 武器副词条是暴击率加成 27.6% 但武器特效加成 却是元素精通 240点 还限制配对 三个不同元素类型 这组合真是 有点令人责舍 老角色里 应该是没有人能完全适配的 那最后就是法器 疑似玉龙 同样还是暴击副词条 36.8% 武器特效 则需要在后台 待满5秒后才处罚 效果是 生命值提升64% 元素精通提升80点 但战场10秒后 就会失效 脑测一下的话 大概就是适用于白竹 心海 巴巴拉这样的辅助奶妈 接着是弓箭 炼羊之四 武器副词条 是暴击力加成 18.4% 而且该武器的特效加成 相当离谱 重击命中敌人 会额外造成一个 120%攻击的伤害 且在10秒内 重击敌人的伤害 提高56% 这样说缺点的话 那就是对不了群 算是把对单特化型武器 林尼 甘雨 都能拿来用 然后就到了封单 新锻造武器部分了 因为能白嫖获得嘛 所以这毒点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的 首先是单手剑 海源中取 副词条是攻击力加成 27.6% 武器特效是战技 释放后的攻击力提升 24.15秒 至于后半的生命之气的效果 说直白点 就是当角色受到治疗后 该武器会优先 吸收治疗效果 当吸收量达到 角色生命值上限的 25% 按4.8%的比例 提升角色的攻击力 至多300点 持续15秒 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若某角色有2万的血 则会生成一个5000血的额外血条 要优先把这部分治疗满后 角色才能回血 此时按4.8%的提升比例 就是提升240点攻击力 不过这加成 想要全吃满的话 对角色自身的生命值 有硬性要求 可以直接拿来给琴 神力灵人 以及双水阵容下的行秋用 然后是法器 纯水流滑 类型跟上面的单手剑差不多 只不过这里的武器特效 加成的是全元素伤害 全吃满的话 只能有40%的伤害加成 可惜就可惜在 纯输出的法系角色 哪有对生命值的 想要全吃满 则最少需要 25000点生命值上限才行 所以该法器 暂时还没有适配角色 接着是弓箭 静谧之躯 特点是高攻击力加成 武器特效也很简单无脑 就是受到治疗后 增伤32% 后台也可触发 算是个万斤油武器了 所有的弓箭手角色 几乎都能拿来用 就是要持续回血才能保证武器特效的稳定触发 算是个小毒点 然后是双手剑 浪影扩剑 从上面的四星弓 只是这里的武器特效改成了攻击力提升 48% 那缺点就显而易见了 还是老生常谈的攻击力稀释问题 再者说了 好用的大剑有那么多 这把武器属实是排不上号 持续回血才能触发武器特效的毒点同上 那最后就是长柄武器 工艺的报酬 注意这副词条是生命值加成27.6% 武器特效是治疗后回能16点 效果比隔壁的许多十字院稍低一些 但触发条件就为宽松 像什么云锦啊 通码啊 都能拿来用 那以上就是4.0 丰单新武器的详细讯息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后 最终于拿把武器呢 欢迎一起来讨论哈 请不吝点赞订阅